歼16战斗机是我国自主研发的新型双座双发多用途战斗机 也是我国空军的主战机型 它可以对空 对地 对海作战 具有看得远 飞得远 打得远和生存能力强的特点 近日空军航空兵谋旅进行了歼16实战化对抗空战训练 上午9点 即将要开始2对2进去空战的4名飞行员 正在讨论今天要使用的战术 他肯定要走 他肯定会走 2对2进去空战 以红蓝双方对抗的形式进行 双方各两架飞机 4名成员 不但需要机组前后舱飞行员的配合 还需要掌疗机的协同才能完成 前舱主要进行武器的射击 后舱主要进行威胁的防御 前后舱协同完以后再进行一个掌疗机的协同 可能需要地面的严格的协同 包括空中的零机机动 飞行员准备就绪 歼16呼啸升空 飞到指定区域后 双方开始用雷达进行目标搜索 锁定目标后进行模拟打击 在实时的交战中 胜出是关键 这就要求飞行员在空中及时调整战术 战法捕捉对方的弱点 因为战场顺息万变嘛 肯定会有很多时候都不是按照我们战术设想的来 所以这时候就需要飞行员在空中快速反应 能够把整个这个态势在头脑中很清晰 敌机在哪个位置 我应该怎么办 我应该怎么跟友机进行配合 怎么样去击杀敌机 当我们面对强敌的时候 你有没有信心 敢不敢于与强敌拼之刀 采访中我们了解到 对抗空战是这支部队的常见训练内容 虽然他们手中的装备越来越先进 但是对抗 无论远距 中距还是近距 他们从来都不含糊 奋力拼杀 今天如果你不能在比乎找他 去战胜对手 我想你可能在未来 在战场上去战胜敌人的概率也要小很多 作为我们团队来讲 打造空军一流的制空尖刀突击尽力 这也是我们团队建设的一个愿景 飞行训练激烈抗争在空中 地面保障也不能有半点含糊 记者在采访中看到 每场训练 激务人员总是进场最早离开最晚 因为他们不仅要确保飞机的状态 和各项功能蛮好 更要保证飞行员所驾驶的飞机安全可靠 他们在用严谨细致的工作 脱举战鹰高飞远航 画面中的军械师正在进行航炮拆卸 这个课目的练习需要军械师将航拍下再装回 那你每天就是这个拆装的练习要练多久 练多少遍 具体大概是几十次吧 就是我们不断地改进拆装方法 优化流程就可以提高成绩 提高成绩就是缩短拆装时间 在拆卸航炮的训练中 杨柯和他的战友们就像运动员一样 不断研究调整自己的状态 方法 只为争分夺秒 方向是一样的 但是两边的操作是不一样的 一个是往里边缠 一个是往上顺水 最开始不行 左手动右手就可能会停一下 现在还好 基本上是同步的 在机物的准备工作中 当这些外挂武器准备好后 才能进行机械专业的通电检查等操作 机械师肖小金和两名机械员 正在对飞机进行检查 他们要在最短的时间内 完成飞机的加油 挂弹 装散 排除故障的工作 实战被影下 这个保障要求高效 快速 整个机组之间要团结协作 我们的任务就是 让飞机更快速 更安全地 达到完好状态 为飞机员升空作战 提供支撑 在飞行准备上的争分夺秒 就是为升空作战抢占时间 肖小金已经在机物岗位上工作12年了 他觉得机物人员不仅仅是蓝天铺路石 更是托起胶子的天梯 甘帮天梯托胶子 对 胶子就是咱们战营飞机员 一手托着战友的生命 一手托着国家的重大财产 对机物而言 虽然他们的工作 看起来是重复循环的 但是承担的责任却是重大的 他们就像守护神一样 为战营的起降 保驾护航 人民空军在改革强军中 有了飞得远的新配件 更有了飞出去的主性骨 相信我们的空中胶子 将越飞越高 越飞越远 这几天 在空军部队的坐坐军营 官兵们开展多种活动 庆祝自己的生日 今天上午 西部战区空军某新训旅 为1500多名新兵举行授贤仪式 军衔是军人的象征 也是军人的崇高荣誉 能够在空军建军节当天 佩戴上崭新的军衔 标志着他们完成了 从地方青年向合格军人的转变 正式成为人民空军的一员 在经历两个月的训练之后 今天是我的授贤仪式 我被正式挂贤 空军选择了我 这一刻 我的心情 非常的喜悦和激动 我想尽快地和我的家人 分享我的喜悦 我会以崭新的面貌 迎接新的挑战 走向新的岗位 和新战友们一起努力拼搏 不负韶华 成就更好人生 这几天 在空军的一座座军营场战 都相继举办军营开放日活动 让市民群众走进空军 了解空军 在空军勤务学院 一台台航空勤务保障装备 展示了最新科技创新成果 一件件不同时期地 见证了人民空军跨越式发展 以我爱祖国的蓝天 为主题的歌舞表演 更抒发了官兵们竹猛空天 向战而行的壮志豪情 这两天 空军军医大学的 流动口腔医院 开进了石家庄飞行学院的营区 这辆改装的大巴车 能够展开多项口腔治疗和手术 咱们军医大学的这些教授 专家到咱们部队来 非常便利于我们官兵的身体健康 包括做口腔治疗 空军军医大学第三附属医院 是从事口腔和面部创伤 研究的专科医院 医疗专家常年深入高原海岛 边防哨所 前段时间 他们刚把针对高原官兵 嘴唇干裂研制的唇膏 送到了战士们手中 同时 医院还针对部队一线 开展了17项军事医学课题的研究 空军纪念日前夕 一所以口腔医学为内容的博物馆 正式开馆 其用于科研教学也面向社会公众开放 通过我们这样的展出和教育 能够更好地让大家 让我们的学员们了解段历史 更好地去研究 我们现在面对的各种问题 对我们提升口腔和面部战创伤的 救治水平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昨天上午 我国第三代航天远洋测量船 远望6号截览启航 开启了2020年海上测控任务收官之旅 据介绍远望6号船 此次出航时长将超过90天 预计将在印度洋和太平洋等不同海域 执行多次海上测控任务 在远望6号船出航前 远望5号已经出发 而后还将有其他远望号船奔赴大洋 糟了 糟了 感谢观看